如果说江南七怪教会了郭靖做人 那么郭靖的武功一定离开红七公 红七公把丐班决学霞龙斯巴达传给了郭靖 才让郭靖最终成为了武爵之一 红七公最厉害的就是霞龙斯巴达 也凭借这门武功成为了武爵中的北丐 很多人说红七公除了武功以外一无是处 这么说也并非无中生有 红七公十分好吃 而且曾经因为吃误了大事 所以自断一直警示自己 人数外号九指神干 那他自断一直也没有让红七公不好吃 黄龙也正式利用这一点 哄得红七公十分高净 才有了后来的郭靖学习霞龙斯巴达 这么看来好像红七公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红七公的另外一面 他身上有一样东西让人十分敬佩 那就是正义 当年靖康之词之后 红七公就率领盖帮弟子看经拯救黎明 除了这个以外 红七公教训求千人之时曾说过 我这一辈子杀过二百余人 人人都罪该忘死 生平从未杀出任何一个人 如此正义领男的人确实令人佩服 最终求千人也是自愧不如败入伊登门下 就拿红七公这两件事来说 他的正义确实比武功还要令人敬佩 今天事情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